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再重复了一次 5月15号过后 行情将会正式启动 有什么行情 月底的法人作战行情 包括出现一些行情 都将会开始启动 今天5月16号 各位亲爱的 大涨200多点 收盘也涨了将近200点 行情真的来了 有人知道今天要大涨200点吗 我不知道 我一直跟你讲说 我从1月3号来中市到现在 我一直告诉你 不要去看技术分析了 你们不相信 今天外资突然就给你 180亿的大买超 前景南买早知道 外面无奈我没想到 上礼拜三大盘都在回档 有没有 都在杀的时候 又一堆人在喊空 叫你杀低 倦丹突然跟你讲 只有我告诉你怎样 你跟着我操作 富贵稳中求 养一分进气 多一分财气 你把苦票砍掉 你看到人家跟你解大盘 叫你观望保守 你就觉得对 你就觉得好理家债 好理家债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一个非常快速的 而且是开高左高 没有低点 你要看到今天大盘大涨 你现在才要来的时候 你跟我每一张的差距 不是又是一万两万 甚至十万吗 我等一下讲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上个礼拜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大家恐慌的时候 老师多漂亮 母亲节前 大家在观望保守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金华那一桌我送给你了 大餐 同包给妈妈一包 两万块起跳 不要客气 有没有 新日新来买单 礼拜五金拓科 六五 大家拉到六九 有没有 有 新日新每天都给你涨一点 对 我昨天就直接开牌送你了 对不对 三块 来 今天的收盘 今天的糕点 有没有把上礼拜三那根 长黑给吃掉了 是 吃掉了 对不对 是 我说在这边 你们都不会恐慌 你们只要遇到一个长黑大跌 你们就会恐慌 所以多数人是不会在这边卖 都是在这一根卖 都是卖这一根 很简单 你看这一根的量 不就这一根的量比较大吗 好 你没有去砍最低 你砍半山腰 你就砍这一根的中间好了 好不好 今天收盘 因为我们用大盘来讲 我常常不跟你讲大盘 就是因为 每一根的个股走势不一样 就像我的成概股 跟大盘没有关系 走我的路 但是差别在说 我的成概股不是说 有的成概股大盘跌 它不是不会跌 是我都给你掌握好节奏 我不会叫你去追高 对不对 金托科78 我没有叫你去追 我们是50块 55 60以下在布局的时候 你不来 那你看到我70以上开牌了 你才要去买70以上 75 76 77 这时候你做股票你就要 那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眼明手快 可是为什么你做股票 要做到那么累 你为什么不跟我超前部署 三头邪照 别人在带你砍股票 在叫你砍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又再来一次怎么样 三头邪照 却相赢 邪照 什么叫却相赢 对不对 往这边来 我迎接你嘛 我买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买点决定了你的胜率 你买得漂亮的话 你的胜率就高了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对不对 那一天的立志还杀下去 有 然后 空单收到300 301 对不对 那一天我有一两个清代会员 那一天就286买298出掉 赚一万块 我只是没有拿节目上来讲而已 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二十几分钟不够我讲 我们的YT 我可以畅所欲言 讲一小时都可以 红色框框扫起来 红色框框订阅 要看大盘对不对 这两天有人叫你在那边低阶的 那他的节目你可以去看 这边 在这两天叫你 退场保守观望的 那真的可以把它直接打擦擦了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但是这段时间 我们告诉你 君子终止前前 我们持续照 我们的节奏就是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 有没有 所以你这几天 你把我话听进去 就算别的分析带你去低阶 要带你去停损 但是我叫你把股票报好来的 有帮助你 没有去杀在低点了 那我都恭喜你 好不好 在上个礼拜老师的动作多漂亮 上礼拜是不是告诉你 苹果加Google双题材的那一档 还直接开牌的 我说精确预告 5月15号行情归对 认真看我节目都知道 对不对 有 这怎么讲的 是不是 老师说得真准 5月15号之后股价就回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 老师你的话真的是 因为上礼拜就全红了 上礼拜就 上个礼拜五就已经 上礼拜五就全红 礼拜一你们看到美股不太稳 然后又是债务危机干嘛的 我怎么在跟你管了一个 没有 没有耶 就告诉你15号过后 所以昨天很多台积电在撑盘 对不对 然后呢 中小型股又在那边乱砍一堆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还是继续邀请你要来 有低堪买 持续买 但是也没办法啦 因为一般的投资人 你只要财经节目乱看的 你会怎么样 下得缩手缩脚 你会追涨杀跌 好的时候没跟你讲 行情 你看今天外资大买180亿 你去看今天晚上的财经节目 是不是给你讲说 外资毁容了 赶快来 那你干嘛不在上礼拜低的时候来 对啊 上礼拜跌到15000 那你看到今天涨180 外资买超180亿的时候 你底的底气才来 那你现在你跟我差距 不是一张金兜科 65跟现在97又差5块了吗 还有新日新 对不对 还有很多 对 上礼拜就告诉你5月书 你不能等行情来才买 因为涨上来 今天很多股票开盘都直接跳空开高了 对不对 但是你在之前 超前布局 有低堪买直去买 今天 你可以迎来涨停板 对吧 180亿的外资在干嘛 不在帮你抬轿吗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上 我一直跟各位讲 心法很简单 你要跟在外资屁股后面 你会追高 你再帮他抬轿 然后他卖掉 你跟着他屁股杀 你会慢了两步 你永远是慢两步嘛 对 那今天买180亿 如果你在上礼拜 你就跟着我接 今天的180亿 不是帮你抬轿吗 你是赚到的 当你看到新日新 在上礼拜大家恐慌的时候 老师第一届新日新 这昨天 昨天在23分的时候 对不对 快结束的时候 就在我们中式 对不对 在2点 3点50分之后 我跟你讲说 下半段 好几档 你来跟我 对不对 我跟你讲完新日新 我说那你要跟我 接着做这几档的 是 昨天还很清楚跟你讲说 高价 平概股 今天开始布局 不是今天 是昨天 我把昨天的剪下来 对 换句话说 我昨天就买了 是 对不对 昨天买的 你们要知道哪一档吗 到底是谁呢 你要知道哪一档吗 高价平概股 高价的 所以肯定它的股价是比较偏高的 又是平概股 那是谁呢 老师直接大公开了 来 大利光 今天的表现 大利光 昨天进去买 买得多漂亮 昨天收2110 今天多少 2145 一张多少 13万 是啊 手续费给你扣掉8000 就给你扣1万 至少12万 12万 一张 就昨天跟今天 昨买 今天 就昨天跟今天 就一天 所以你现在知道 节奏的掌握 有没有很重要 是 很重要啊 是不是 买点决定了你的胜率 昨天买得漂亮 那为什么我这段时间 我敢带你做 大利光的林董事理都讲 6月跟7月 可能跟5月差不多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敢在这时候做 因为他说差不多 他没有说更差 他说差不多 他没有说更差 但是呢 到8、9、9月、10月 11月之后 是什么回事 iPhone 15要拉货了 所以 第二季 5、6、7营收平平 但是 8、9、10 营收会上去了 那股价就不就上去了吗 没错 那我只是 领先布局而已啊 对不对 我也没想说 昨天买的今天就大涨 怎么知道 今天外资就180亿买回 我不知道啊 我节目上就坦白讲啊 我知道的是 我告诉你 5月15号以前会震荡 5月15号之后 行情会起来 要开始有怎么样 5月底的投信作帐 投信作帐 接着5、6月开始有什么 除全息行情 除全息呢 除息前 农券 还要再回补一次 3月底那次 我是不是告诉你卷之比 所以我前前后后 你什么时候听我在跟你讲 我们沿5日线操作 我们沿10日线操作 压力在哪边 支撑在哪边 从1月到现在 你听我跟你解释过这些没有 从来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在股市操作2、30年 我前面5年 我也是跟着线在操作 我也是跟着压力在操作 跟着资争在操作 我告诉你 你这些你研究的在身 你礼拜六礼拜天不放假 不吃饭不睡觉 你再去研究那些东西 你不如怎么样 抓好一个产业的产业趋势 从头报到尾 没错 所以我才跟你讲 雷曼那时候台积电 跌到100以下 你要用技术分析去做 你做得到 你有办法从60块 报到600多块吗 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是台积电的内部人 你知道他们的 未来的接单 7奈米 5奈米 4奈米 3奈米 2奈米 一直往前走的话 就像魏哲家一样 一张都不卖 从头报到尾 有天天价还去直押 这样你懂了没有 懂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大盘我都不跟你讲 技术分析的原因在哪边吗 因为跟我的操作无关 懂 那你们做股票 你想要赚大钱的人 你不是左腔右腔就赚那几千块 然后又去停损几千块的人 我会告诉你 你做十年你还是红尘来去一场空 你不要不相信 因为这是我过来的经验 我建重毕业 我清大毕业 我美国内的财经说是出来 我不懂得去检讨我的操作策略吗 那我如果前面 30年的操作经历 前面5年我就是这样子 白白的红尘来去一场空 后面开始用对的方式 产业选股一档一档 带你操作获利入带 那你要相信谁 你还要相信做短线会赚大钱吗 明白 昨天的这一档高价评概 高力大力光 对 来 今天涨停了好几档 我一档拿给你讲 刚刚在我们的 微强电 3022的微强电 这也是陈盖国 这些我们要做了几趟 这档微强电 你们都知道 我之前有带你们做过 对不对 微强电 工业电脑是在今年 还维持成长的 高成长 我在这一两年 我带你做工业电脑 包括做工业电脑的上游 IC供应商 金拓科 陈盖国 我是不是跟你讲 工控大老鹰 讲很久了 工控就是工业 对不对 工业电脑 好来 这档微强电 今天涨停 创新高 创新高 九字头龙 非常的强势 回头一看过去 来 请你看这几个月 好 你就算在这边 差价不做不做 你抱着 你抱着 到今天 是不是创新高 我去年 整个 整年 指数从年头跌到年尾 带你做一档M31 300 你抱着 变600 跟指数没关系 无关 没关系 你说老师怎么会没关系 那你这边都是大盘大跌的时候 他不拉回来 你就 你就这么爱 你就这么厉害 每一档价差你都做得到 那有几个人可以这么厉害 我就讲实话 那每一个分析师真的这么省吗 这边买这边卖 这边买这边卖 那今天呢 可是 我告诉你说 你如果真的是趋势选股 产业选股 抱好来 你不要受中间一大堆 矽股银行倒闭 然后再来什么 债务危机 有没有 当然如果拉回 你能够再买那最好 那没有 抱好抱牢 五十九十几了 有没有创新高 是 创新高 没错 那这是工控 工业电脑 那你手上一定要有军工股吗 那你手上一定要有 除能 除能吗 一定要有感冒药吗 生剂 对不对 前几天的生计 你一定要有吗 不需要 你是抱好抱了 股价持续创新高 到今天 都再创过去 今年以来的新高点 这也是陈概股 陈概股就是能报不能报 一飞王 2734 一飞王 老师其实有解 上礼拜是解了雄狮 来 你看一下一飞王 一飞王今天涨停 对 也是创高 涨停你看他的现行 跟雄狮比起来 他还是在怎么样 在这边整理 对不对 对 那我前两天 我是不是告诉你 上周帮你解了 我是帮你解雄狮 我认为他 极其高了 对 但是我漏奖了一个 我本来昨天要跟你讲 但是时间真的太短了 我回去 我们下来节目 我来跟甜心讲 我要跟各位讲说 你要买雄狮 还不如买一飞王 有 老师还在车上告诉我 我是不是昨天在车上跟你讲 有 但是因为我们节目太赶了 时间来不及讲 快结束的时候 那个导播就跟我倒数了 有没有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赶 放开脑袋过来要讲了 我就来不及说了 所以我这个时间 真的不够我用 我肚子太多东西 可以讲给你听 你来看YT 红色框框定起来 今天涨停了 是 你再去看今天的雄狮 有没有过这两天高点 没有 几乎 可是一飞王 今天是在创高 而且亮灯锁紧紧 是不是创破亂新高 是 那你知道差别在哪了吗 基期 差别就是基期低 对 雄狮的基期高 已经到右上角了 这样你懂不懂 嗯哼 那我既然看好它 你觉得我怎么做 这一档亦飞王 我节目之后 我大概跟你讲 这两天的操作 OK 真的神操作 真的是神操作 来 刚刚是不是给你开牌大力光 有 昨天才跟你讲开始布局 我今天就开给你了 好不好 好 那既然大力光 那代表 我就看好 平概股 接下来平概股 我刚刚都跟你讲说 那 六七 第二季平平 第三季 iPhone 15拉货 营收就上来了 所以今年 大部分的股票 除了什么伺服器 拉回你还可以做 然后半导体 现在怎么库存 感觉连下半年都看不清楚 对不对 唯一还清楚的是 iPhone 15还是会如期发表 所以iPhone 15还是会拉货 懂 所以 目前还可以期待的 除了刚刚讲的工业电脑 对不对 在科技股的方面 还有 储能均工那些就不用讲了 好 过去几年我们常做的 那就是今年一样照样 iPhone 15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 我先带你做什么 瓶盖股的新日新 有 对不对 然后大力光 好 那我准备 瓶盖iPhone 15的概念股 这边遮起来的 你想知道吗 我就是要送你的 你想拥有 你想要 很简单 加来 电话直接打来 电话姓名留下来 或者Lite at加进来 加进来 你就跟我们说 你要瓶盖股 瓶盖的这个清单 瓶盖股 我们就寄给你 OK 好 你电话打来最快 因为电话打来 我们展页确认你本人 就直接给你 没问题 你如果加Lite Lite at进来 我们还要回播给你 这要顺序 因为太多 留言 太多人来乱了 我们不喜欢那种来乱的 好不好 所以还是会回播给你 确认一下 是不是你本人 资料就会送给你 好吗 赶快加进来 好 来第一先加Lite 荧幕这绿色光光直接扫起来 第二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 这一份老师看好的 平概股的资料究竟里面有些什么样的 老师看好的标的 直接开牌的 来直接来索取 直接来拥有 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 今天又有神操作了 老师的操作动作真的很漂亮 时间很有限 快速告诉大家 上周 我上礼拜三我是不是把 其中一档五标的 我上礼拜三我是不是把会员的政绩换掉 换新日新 88块换新日新 有 平行转移 对不对 后来政绩是不是跌到82 81 昨天还算给大家听 来 我今天换回来了 神操作 真的 今天新日新有到93以上 是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很保守啦 92 OK 点2 点3 我就请大家 获利 获利出掉了 因为我们够低嘛 88嘛 出掉要干嘛 平行转移 再回来买政绩 低接 买82 附近的 漂亮 82.5 漂亮 今天后来 收盘是在84.5 这扣讯嘛 这就是我们永成的扣讯 是 阿菲特班跟潜龙班 对 有图有真相 直接看 来 政绩 6546 今天收84.5 收盘价 来 盘中呢 还有 今天最低81.6 最高多少 85.1 收84.5 当初礼拜三 上礼拜三 上礼拜三换新日新的时候 一上一下差12万 对 昨天对大家听了 来 今天我再捡回 漂亮的转换 我再捡回 我再捡回来 为什么捡回来 这就节奏嘛 对啊 三头斜照 却相赢 我新日新再赚一次 我现在再回来 政绩 再赚一次 多赚 一张多赚12块 这就是操作 是不是 一张多赚12块 我的coaching有真相吗 是 真的很漂亮的动作 好来 昨天我的line 直接公开 我就直接告诉你 自威 消息今天工商日报 出来 见报 自威 我昨天 我的line 所以我说line 你还被订阅的 我昨天我就告诉你 5263自威 来 今天的自威 这一档陈盖股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对不对 这5263的自威 那这段时间 有没有低点 当然有低点 但是你能不能够 把握住昨天的低点 今天高多少 119 今天就上来了 昨天112 今天119 一张7块 你昨天连收到 我们的light讯息 今天你都可以现赚 所以还没加light 绿色观光赶快扫起来 真的老师有一些讯息 都透过light直接分享给大家 今天会员又贴给我了 今天会员出了 一飞网跟新日新 红包三万陆带 漂亮 恭喜 继续赚红包 好 一飞网算是红利股 红利让会员可以赚到红利 一飞网什么时候做 我们上个月买33 23块 对 就是给他抱着 今天385 他上一波35.8没走 又给他下来 持续抱 今天涨停 38.5 一张至少5块的价差 这都是会员的回馈 骗不了人的 恭喜 有没有 恭喜 有没有 好 来 所以我还是回过头再跟你讲 大盘涨跌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走好自己的路 重点是怎么样 自己的路要走好来 看好趋势成长股 走好来 抱好来 好吧 没错 还是那句话 不要跟我最遥远的距离 每天看好节路 没有办法跟上我们操作节奏 还在龙困浅滩的 想要跟我飞龙在天的 潜龙班 赶快进来 是 接着还有今天老师跟您分享到的 平概股 如果你想要拥有那一份资料的好朋友 加LINE或是拨通电话 直接告诉服务人员来索取 LINE小老鼠HIH888 绿色框框扫起来 再次感谢建成老师的分享 不要再等6月7月8月再来做了 我一年期的会期直接给你 国民车的享受 超跑的服务 让我国外大丈夫陈建成 让你富贵稳中求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暂冠 投资人能 思 Pear备 还是欺悠一点多化 五三七八十四です